韓國瑜的魔咒 對於這些的政黨 具有這麼大的心理的創傷 韓國瑜未來要不要當 立法院的院長 那是由他來決定 憲法所賦予立法院院長的職權 不會是因為去中聯辦 稍微聊天坐一下 他就要把辦法把台灣給賣出去 第11屆全國不分區立委 政見發表會8號晚間登場 國民黨由不分區立委候選人 柯志恩代表發言 重炮攻擊 綠營造勢 不提自己的政見 總是要提到前高雄市長韓國瑜 如果將來藍白過半 這個立法院院長 可能就是在他的政治史上 曾經被提罷免過兩次 免得韓國瑜先生 而民進黨代表果然一K唱 就提到韓國瑜也遭到回擊 立法院院的職權 難道你民進黨都不知道嗎 把韓國瑜不斷的抬出來去談 那只能暴露你對於他的口具 柯志恩也進一步強調 國民黨為了重返執政 組出最強團隊 秉持人民為少 不會被派系跟利益綁架 當然包括了區塊鏈的專家 不運政的專家 也包括了檢察官 律師 還有潛進國照的 最大的學者專家 就是要呈現一個國民黨 必須為我們台灣的未來 做好一個非常掌舵的工作 而這是選舉史上首場政黨電視證件發表會 利用選舉候選人人數比例分配時間 也引發小黨抗議 16個政黨當中大家可以發現 等一下每一個政黨的發表時間都不一樣 政黨票的設計照理說應該是要讓小黨 小政黨有機會進入到國會 由台灣激進小歐盟與台灣綠黨 等於在同日照K記者會 抗議藍綠白大黨有15分鐘發言 小黨最少則是14分鐘 恐怕造成小黨漲不大結果 並遞交澄清書 期盼改善 記得台北綜合報導 我是方彥迪 主播工作讓我學習 傾聽所有人的意見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斷 也許我們無法踏遍所有土地 但能從新聞裡看盡每一道風景 我是方彥迪 請您鎖定中式YouTube頻道 記得要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